大家好,我是一华 把鲈鱼放到滚烫的开水中 出锅瞬间变美食 我的一个朋友把它做成了一个招牌菜 他的饭店里靠着这道菜 在城里买了三套房 今天我就把这道水煮鱼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一条三斤左右的小鲈鱼 不管做哪种水煮鱼 一定要使用新鲜的 这样煮出来的鱼才会味道鲜美 把鱼的内脏全部处理干净之后 再用厨房纸将表面的水分擦干 鱼鳞上面有一层黏液 这是腥味的主要来源 用厨房纸将上面的黏液全部都洗干净 这样鱼肉吃起来就不会有腥味 接下来我们开始改刀 我们用刀在鱼背上肉厚的地方轻轻的切几下 切记刀口不要那么深 这样做既方便鱼肉味 还能在吃鱼的时候吃起来更加的方便 从鱼背上面打上这样的菱形花刀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鱼的两面都打好花刀之后 放在一个大一点的盘中 接着在里面放上一些葱姜 加入多一点的食盐 比炒菜要多两倍左右 然后再撒上一些胡椒粉 接下来告诉你一个小技巧 我们在腌鱼的时候不要加料酒 往里面倒上一瓶快要过期的啤酒 啤酒中含有的麦芽成分 可以使鱼肉吃起来更加的鲜嫩 而且还可以增香 我们用手将里面的葱姜抓出汁水 然后将鱼全部都腌制一下 给它做个全身按摩 里里外外都要涂抹到位 做出来的鱼腥不腥 其实腌制非常重要 要稍微有点耐心 鱼肚子里也不能错过 全部按摩好之后 放一旁腌制20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准备好配料 准备多一点的大蒜 把它切成蒜末 用刀剁出来的蒜末 口感更好一些 而且也不会发苦 稍微剁得碎一点 全部剁好之后 装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小块的生姜 先把它切成厚片 然后再改刀 切成细丝 最后再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 装在碗中备用 准备一小段的大葱 先将它切成葱丝 然后再切成葱丝 然后再切成葱末 装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烧水 放入一些葱姜 这个时候我们的鱼 也腌制好了 把上面的葱姜 全部都挑出来 水开之后 水开之后 就把腌好的鱼 放入锅中 把鱼放在锅中之后 我们要转小火 把这个鱼煮8到10分钟 切记煮鱼的时候 水不能翻滚 不然这个鱼表皮 容易碎掉 可以用厂子轻轻地推动 让其受热均匀 也可以用开水 不停地在鱼身上浇一浇 还可以扣上锅盖 蒙几分钟 时间很快就到了 我们打开锅盖 这个时候的鱼已经煮熟了 我们用厂子 小心地将鱼捞出来 控水之后 放入盘中 接下来我们再起锅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先把葱姜蒜 全部都倒下去炒香 在这里要开小火 不停地煸炒 把这个葱姜蒜的香味 慢慢地示范出来 炒香之后 再加一小把的豆豉 然后再加入一大勺的剁椒 这些剁椒就是做剁椒鱼头的这种红辣椒 一般的超市都能买得到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 就可以少放一点 快速地将里面的香料炒香 然后再加入一小碗的清水 然后慢慢地将它煮开 接着我们就可以给它调味 加一勺鸡精 一勺生抽 一勺蒸鱼齿油 一勺蚝油提鲜 再撒上一些胡椒粉 然后用铲子翻炒均匀 让调料化开 这个时候已经能够闻到很浓的香味了 接着我们在碗里面 加入一小碗的水淀粉 继续用铲子翻动 一边搅动一边烧汁 把里面的香料都炒至这样浓稠的状态 像视频中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 把料汁全部都浇到鱼身上 这个料汁浇上去之后 香味瞬间就出来了 把鱼身上所有的地方都浇到位 这样这个鱼吃起来就更加的好吃 最后再撒上性感的葱花点缀 一道非常好吃的水煮鲈鱼就做好了 看上去就非常的有食欲 闻起来也特别的香 这样做出来的水煮鱼鱼肉非常的鲜嫩 而且吃起来没有一点的腥味 香辣过瘾 营养又美味 如果您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